今天猫耸说禁忌给大家分析杜峰最扎心的战术安排 作为广东南篮主帅杜峰时到受到广大球迷关注 杜峰的执教风格非常犀利 总是在场边批评球员 并常常标出金举 成了CB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杜峰最扎心的一次战术安排 全国球迷都小翻了 能尊重一下郭艾伦吗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上赛季CB总决赛第三场 网东南篮对阵辽宁南篮 第二季还剩六分多钟时 王欣凯拿下篮板成为赵锐 赵锐快速摆击封在欧洲部上篮命中 打听了辽宁南篮 暂停期间 杜峰布置战术安排时再标进去 校翻全国球迷 乖的不传球 这个过了阿联 二队坚决补一下 那阿联就突然出来了 好吗 看后网友们纷纷点亮到 杜峰也太不给亚洲第一后卫面子了吧 朋友